还有点来看这个剑洞人是因为这个异常的蛋白质在脑部发生的群积现象 造成了运动神经退化的病变 平均只有2到5年的寿命 而接下来看到这一位是相当坚强的剑洞人 他的名字叫陈寅雪 他跟病魔对抗了长达16年并没有因此被打倒 而他的丈夫张先生甚至在他们结婚35年后的昨天再度向他求婚 坚定的语气让人感动 61岁的陈寅雪在16年前被诊断出他是一位剑洞人 医生并且宣判他之多只能活两年 如今16年过去了 他的先生不离不弃 爱他疼他 下辈子还要再娶他 我一定会娶他 因为他很棒 他很善良 我当然爱他 陈寅雪又眼神做出了肯定的回应 但是前提是自己不要再是剑洞人带给大家负担了 满满的爱表达的淋漓尽致 结婚35年的陈寅雪在16年前发现自己是剑洞人 难过的封闭自己 拒绝所有的朋友的办法 甚至于还把老公介绍给别的女人 但是老公并没有接受 在全家人细心的照顾之下 陈寅雪勇敢的选择面对生命挑战 他努力的做个快乐的剑洞人 以自身的经历为剑洞人发声